廉政公署星期三落案起訴一名家長 涉嫌以二萬元行貴一名官立小學校長 企圖為兒子獲取小一學位 45相女被告李觀平 暴稱家庭主婦 她被控一項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罪名 違反防止賄賂條例第四扣回1A條 獻尼斯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在2022年6月6日接獲被告兒子的小一入學申請 被告兒子在同年的6月中 出席這間學校的入學面試 但她未獲邀請參加第二輪面試 被告涉嫌在2022年7月17日 去到學校向校長提供2萬元現金賄款 意圖為兒子獲取這間學校的小一學位 校長拒絕接受賄款 校方同一項廉署舉報事件 被告兒子最終未獲該校取路 向校長再獲取